好吧,时间差不多了,我刚才记错时间了,我以为是2.50,是2.45,那我们现在开始吧。 那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是KBS API的一些设计规范, 以及如果我们自己去扩展KBS API,应该去注意些什么内容。 然后我先做个自我介绍吧,我是华为云,华为云专职的开源工作师, 目前在维护KBS还有Kamada的项目,还是构组编辑成的图书作者。 正是因为我在维护Kamada项目过程中,我深切的感受到一点, 就是很多企业里边去定义的一些CRD,往往是一些CRD,它定义的并不是那么规范。 那往往就是说,这些开发者会向我咨询,说我们的CRD能不能跟Kamada兼容? 能不能跟Kamada兼容? 这时候我一看CRD的设计,它有一些问题导致可能跟Kamada没法很好的工作。 所以说我就是说结合我自己的经验,因为Kamada项目里面也会定义,也会设计一些自己的API。 所以说结合我自己的经历来做这次分享。 所以我也想了解一下在座的各位,谁曾经去设计过自己的API。 设计API包括你用KBiase的聚合API或者是CRD。 设计过API的同学请举下手看一下。 好,还有几位是吧。 好,那我觉得今天的话没有设计过API的话也可以, 因为里面的很多的内容都是来自KBiase的API。 我们以KBiase的API举例。 那这过程中呢也会带大家去了解一下KBiaseAPI的设计是怎么样的。 好,那我今天呢会简单的讲一下, KBiaseAPI的情况,还有KBiaseAPI如何去扩展的机制, 以及两种机制之间的不同。 还有一些接下来就是说对KBiaseAPI的设计的约定, 还有我自己的会融入我自己的一些经验。 好,那KBiase我觉得是一个学习面坎很高的一个项目。 那其中呢就是说有它的种类繁多的API。 那最早的话,KBiaseAPI并没有去分组。 大家知道,所以说到了后面API众多的时候,变多的时候, 它对API进行了一个分组。 那即便说分组也容纳不了更多的这种需求。 所以说API没有办法全部都在K8里边去做实现。 那怎么办?K8提供了扩展的机制, 用户可以基于K8去做自己的扩展。 那这里呢,API的版本, 这里呢有一个概念就是API的一个版本。 API版本,Alpha,Beta,还有Stable, 分别代表不同的成熟度。 一般企业里边比较激进的可能会从Beta开始用。 然后更慎重的可能会只用Stable。 Alpha的一般是变动会比较频繁的一种。 好,那说到扩展API, 那扩展API的话K8提供两种机制。 我们从它引进的一个时间序列来看, 最早的话是引入是通过聚合API的方式。 然后接着才会有CRD。 但是发展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到CRD的生命力感觉更强, 实现的次数会更多。 但是呢AA仍然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能力。 那它的区别就是AA的话它的开发和运维的成本会比CRD更高。 CRD可能来的更便捷。 然后呢AA的方式, 聚合API的方式它的定制能力更强。 定制能力更强。 我们这里说的定制能力可能相比较的话, CRD它的SubResource它可能只有Scale跟Status两种资源。 但是我们在AA里面可以任意的定制。 这里举一个例子。 如果我们用AA来扩展K8S, 就好像在一个火车上去增加一个车厢, 去来实现你的能力。 那它的缺点就是说, 你需要去按照火车的设计标准去打造你的车厢, 然后进行装潢, 最后组装。 相当于挂在API Server上的一个组件。 那么CRD更像是火车车, 原来车厢里面的一个卡座。 你只需要去放一个你自己的座椅。 就这么简单。 但是同时呢, 它带来的限制就是说能力会受限。 这个绝大多数情况下可能CRD就已经满足。 所以接下来内容我们说API的设计, 其实这两种是这两种机制都有可能会, 遇到, 都适用。 好, 那我们就从一个API的一个最, 最浅显的例子开始, 我们会从API Version看的, 一直到Status, 这样展开来介绍。 那我左边呢, 就是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这种Deployment的一个Yaml, 那这里边有一个API Version和Cand。 那如果我们在设计自己的, 在API的时候API Version怎么去定义, 那这里需要注意的有三点, K8s是有一个Reserve的一个API Group, 那就是说为空的代表是核心的那种API Group组, 这个是K8sReserve的, 那其他的像单字节的, 单字节的词, 还有说以K8s.io的这后缀的域名, 都是K8sReserve的, 大家不要用。 大家如果定义的话, 可以按照自己的项目或者是组织, 来定义自己的域名。 那说到Kand, Kand的话, 很多同学就是说在设计自己的API的时候, 可能也会用到自己的Kand, 那这里有一个概念就是Kand跟Resource到底什么区别? Kand跟Resource到底什么区别? 我的理解是Kand更像是一种, 我举个例子, 可能大家比较好理解。 比如说我手里的Jetak手机, 大家知道它的型号可能是Mate60, 对吧? 这种Mate60可能是它的一个用户, 普遍能够接受的一个名字, 但是它在运营商系统里面注册的呢, 有可能是一个卫星通信终端, 什么C,什么X,一个型号, 对吧? 所以说Kand更像是更方便用户记忆的一个名字, 然后Resource名字呢, 更像是在内部系统处理的过程中所用到的名字。 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MetaData, 其实MetaData里面在我们设计的时候并不会去, 一般的话我没有见过任何人会去改MetaData的内容, 因为这里面有几个关键的字段, 可以, 大家可以, 就是有些人就是不会, 没有对这些字段有一个很好的理解, 那在后面的应用可能也会受限。 那这里面比较重要的比如Resource Version, Resource Version实际上是一个, 它每一个资源在ETCD里面的这种存储的一个版本号, 每一次这种整个资源任意的一次变更, 哪怕是一个字符的变更都会导致Resource Version的递增。 下面这个Generation是表示的是一个Spec的变更次数。 这个过程中呢, 像Status的变化就不会去触发Generation的上升, 递增。 那Label跟 annotation, Label annotation很多人也是搞不清楚这里面的区别, 那Label呢更主要是用于说对资源的一个分类, 归类, 然后呢会经常会用于系统的这种检索, 比如说Label selector, 然后呢它的限制就是说它的长度, 它的Value只是会有个限制, 然后 annotation呢更像是一种解释, 更像是一种解释, 所以它的长度会比较长。 然后Final letter, Final letter更像是, Final letter就是一种我在删除自愿之前, 我需要得到某个控制器的同意的情况下, 控制器可以增加一个Final letter。 这个就有点像说是要去处理某个, 比如说去处理某个人, 或者去杀头之前必须要经过谁同意一样的意思。 好, 还有一个owner reference表示的是, 资源对象之间的重属关系, 重属关系, 它KBIS提供默认的这种GC控制器, 它可以保证在你的主资源删除之后, 然后重属的资源能够被自动的清理。 这个在我们实现的时候也会用的比较频繁。 好, 接下来是一个两个大块, 就是Spec, Spec和State, Spec呢, 其实我们说KBIS是声明式的, 使用的是声明式的API, 那声明式的, 所体现的声明的内容到底是什么? 就是你Desire的一个State, 就是所有的内容都应该出现在Spec里面。 这个过程中我也见到有些人设计的他的CRD, 他的Desire的一些, 期望的一些配置是出现在Status里面。 这个是不对的。 然后呢,Spec里面包括什么内容? 一部分, 绝大部分是用户所提供的。 另外一部分是系统默认设置的。 还有一部分是被第三方组件所管理的。 这个第三方组件管理, 比如说, 比如说Pod, Pod的NodeName这个字段, 它其实是被调读器所管理的。 对吧? 那Status呢, 就是表示说这个对象, 这个资源对象当前的一些状态。 这个状态包括你的状态的一些字段, 还有Condition。 那接下来我们会聊Status字段跟Condition到底什么区别。 然后还可能包括part of the spec value, 就是我spec value也有可能出现在Status。 这个出现的时候往往是对spec内容的一个重复。 我举个例子, deployment里边有一个observe的generation。 当然这个例子里边它, 我们现在说, deployment里边有replica, 它其实就是对应的spec里边的。 还有observe的generation, 实际上对应的是metadata的内容。 那它出现在Status的实际是有一定的用途的。 就是让它的控制器能够记录我所reconcile的这个资源对象, 到底是哪一个版本的资源对象。 好, 那我很多同学就是说它分不太清楚, 就是condition跟status到底什么区别。 我们先说condition, condition的话它是对一个资源对象一个high level的资源状态的表示。 那high level怎么理解? 那我的一个资源对象, status可能有很多的字段。 那这些字段我可以说控制器可以根据这些字段进行推导出来一个用户可以理解的一个最终状态。 比如说deployment的available的状态。 它可能是参考的各种当前的replica, 以更新的replica这样的信息来推导出来一个available状态。 那这个状态呢主要是用于被第三方系统, 第三方工具进行读取, 进行判断。 那同时第三方的工具也可以在不改动API的情况下向资源对象去追加新的状态。 这个是API级的一个扩展机制。 那之前的话, 之前大家之前的KBIS版本, 大家可以看到很多资源对象它的status的condition都是自己定义的。 那现在KBIS的资源对象慢慢的统一成一个叫metaV1的condition。 所以说后面的API设计都应该去使用metaV1。 那这样的话, 所有的API, 所有的资源对象的condition都是一样的。 你任何系统去识别都没有任何的障碍。 那这里面condition的几个关键的字段, 类型和状态, 最近更新时间。 Reading, Message,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一个资源对象的类型, 就是说你需要定义成一个人类可读的一种类型。 然后一般通常来讲都是大托风的表示。 然后这里呢, 有一个需要着重强调的就是说, 定义这个类型的时候尽量去少, 尽量少用一些这种double negative的词。 比如说我定义一个资源的状态是failed。 因为, 为什么? 因为在condition里面还有一个status, 叫true, false, 还有unknown。 如果你定义一个, 比如说negative的词, 那就会出现一个failed等于false, 这样的话是需要一种逻辑上的转换。 比如说failed跟ready相比, 那ready可能更优一点。 好, 另外呢, 这个type一般就是需要定义成一个形容词, 比如说deployed, 可能会更优于deploying。 好, 那个状态刚才提到这种每一个condition都会有一个true,false, 还有unknown。 unknown的默认情况下, 缺省的情况下就是代表unknown。 unknown的一个最标准的用法就是说我的一个控制器首次去recassile一个资源对象。 如果还没有得出是true还是false之前, 先标准个unknown, 但是一般情况下, 据我了解一般的crunch都不会去这样去做, 所以说unknown默认就是false。 好, 那个这里呢就是raising跟message的区别, raising主要是用于机器识别吧, 相当于机器的一个状态, 然后message更像是更用于表示是人类可读的这种更多的信息。 好, 接下来另外一个关于status和spack的一个事情, 就是说大家在定义自己的CRD的时候, 一定要尽量去尝试定义subresource, 就像把status单独独立出来, 这样的话用户再去变更它的spack的时候, 就不会去把status的内容冲掉。 好, 接下来API设计的这个关于类型选择, 因为我们也需要去在API里面去比如说新增自己的字段, 那这里边就涉及到给每个字段去选一个什么样的类型, 那类型有可能会包含 包括构语言的build-in的类型, 还有自定义类型。 这个里边就是说尽量少用, 就是每一个类型的定义, 应该给它有一个meaningful的名字。 这个我其实跟我们在coding的时候去定义名字是一样的, 就是保持三个原则, 第一要清晰地表达它的意思, 第二你还要简洁, 第三还不能有歧义, 你像比如说你的字段取直的话, 也不要用这种123这样的序列, 你可以给它取一个不同的名字。 然后涉及到整形的时候, 因为int类型它在不同的系统里边可能有不同的长短的解释, 所以说尽量用int32或者int64, 那这里也有人问, 我只需要去用int16或者int8行不行? 其实也可以, 但是这个区别并不是很大, 因为你节省的仅仅是一两个字节。 另外呢就是对浮点型, 因为浮点型, 两个浮点型你没有办法准确地定义出来是否相等, 所以说浮点型也是尽量少用。 还有在定义一些字段的类型, 比如说是布尔型的时候要格外注意, 一定要想我将来除了true, false以外, 还有没有可能出现第三种。 如果有可能, 那你当前选择的布尔就会阻碍了后面的眼镜。 好, 那关于常量的定义, 那常量的话是像, 那常量是主要是用于说自断的取值, 定义一个自断的取值范围, 同时我们说再定义一些你的组件的flag, flag的取值也可以, 也适用于常量的一个规范, 应该用这种大托峰的方式。 当然在K8S里边也有反例出现, 当然这个是一种历史原因, 但是不推荐的做法, 就是比如说CubeLite的参数, 也出现了全小写的方式, 这是历史原因。 接下来看shortname还有catering, 我们知道在K8S里边很多资源都有一个shortname, 然后再用CubeController, 用shortname显得可以更便捷, 那我们在自己设计API的时候, 可能也会去给它去定义一些更简短的名字, 但是这里需要注意的点就是说, 像K8S在匹配短名字跟长名字之间, 它长名字可能就优先级会更高, 我举个例子, 如果你像K8S的service, 它有一个shortname叫svc, 如果你定义一个API, 给它取的名字, API的名字比如说单数的名字也叫svc, 那你如果用CubeControlGuideSvc的时候, 可能就是会把K8S的svc给屏蔽掉, 那Categories实际上也是说对你API的一种分类, 比如说你可以把你自己定义的API全部都归入到一个组, 比如说常见的这种all, all组, 那这样的话CubeControlGuideAll, 就可以看到所有的资源, 好, 那这shortname跟category怎么实现, 怎么实现, 你像我们这里说built-in resource, 什么是built-in resource, 就是说K8S的API都是built-in resource, 那如果我们扩展K8S API用的是AA的方式, 用的是G和API的方式, 实际上也是built-in, 那built-in的话你需要去为你的API实现一个新的REST的接口, 叫shortname跟categories, 那如果是CRD, CRD的话你就比较简单, 你就可以打上一个在你的API里面打上一个标签, 去指定shortname, 那再用相应的就是说CRD的自动生成工具, 它能帮你生成CRD的配置, 好, 那我们在设计API的时候, 还有一个经常需要去思考的就是说我每一个字段, 我需要是required的还是说optional的, 这个也是一个很伤脑筋的事情, 那我们先说在K8S的规范是怎么样, 那规范K8S, 我们可以看到K8S的很多API它的字段, 它并没有一个显示的optional或required的这么一个购语言的tag, 但是我没在设设计API的时候推荐这么做, 为什么, 因为K8S早期的话并没有提供这个optional加required的这两个tag, 而是通过显示的, 我们用了一个JSON tag, 叫OmitEmpty的一个tag, 所以现在的规范的做法是, 如果你的字段是一个optional的, 那它应该有一个optional的一个tag, 然后呢, 如果你的自定义类型是, 你的类型是自定义的, 比如说你自定义一个struct的结构, 那你尽量使用指针, 如果是够语言内置的类型, 比如说map, 那这种的话就无所谓, 因为它的默认的零值是new, 那这种optional的一般还会带上一个缺省, 就是AmitEmpty的一个tag, 相对应的required的field, 它就会有一个显示的required的一个comments, 一般的话也不会是一个指针的类型, 那同时也不会有一个JSON的缺省的tag, 好, 那这里还有一个在定义API字段的时候就考虑, 如何去识别一个字段, 用户填的用户指定了值, 但是指定的值是空, 这两种case, 因为在你后端的实现的过程中, 可能你读到了一个字端的值, 它可能就是空, 这个时候你的定义也是一个默认为空, 这时候你怎么知道用户到底有没有填, 比如说一个int32类型, 默认值是0, 那用户填的是0还是没填, 那这个时候就可以使用指针类型进去区别, 因为指针如果它填的也是这种本身的这种0值, 也是能够区别出来。 好, 另外一个讨论的是设置default值的问题, 那我们在设计字段的时候也会考虑设计default值, 那为什么需要设置default值呢? 因为default它可以简化用户的配置, 可以让用户去做只配置一些关键字段, 然后就可以工作的这么一个便利方式, 但是它存储在ETCD, 固化下来它所有的字段都是代表着, 就是一个全状态的, 就是把所有的default值都会设置的一个状态, 为什么这个, 那这样有什么好处, 就是说对你的后端系统的话, 你不用去猜, 不用去做各种的判断, 比如说我去后端系统的实现去if, if某个值是否设置, 如果没有的话我怎么样, 有的话怎么样, 就少了这种的逻辑判断, 另外的话对于用户来说, 对用户来说它可以通过再次, 比如说把资源get出来进行查看, 它可以看到资源的一个全部的一个状态, 这里需要注意的一个点就是我们在用KBIS的API的时候, 那KBISAPI的这个字段的默认值有可能会随着版本之间有所变化, 那对我们的启示是什么, 我们在生产上用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尽可能的去显示的指定你想要值, 即便它也是默认值, 那为什么说这样显示的指定默认值, 因为默认值设定它需要遵循说它不可以去改变你以前设置的值, 它往往是说未指定的情况下设置默认值, 这里面包括, 还包括像你的像一个Map中去增加你的新的值, 像你的Slice里面新增值。 好,这里一个我思考的问题就是说, 你的Spec中的内容竟然是用户提供的, 那我们的控制器能不能改? 经常有人就是说Spec内容是用户提供的, 你的控制器不应该改, 但是我的思考跟实践就是说可以改, 但要慎重,要少改, 一定要改的话要在用户知情的情况下去做这样的改动。 比如说我的HPA去改deployment replica, 那这个时候其实用户有预期, 他相当于deployment replica交给HPA进行管理。 好,那设置default值有三种方式, 就是用static default,就是像你实现聚合API的时候可以通过实现REST API去设置default值, 然后往往比较常见的是admission controller, 就是我们通过一个webhook来实现设置模认值。 另外一种比较少见,但是也非常有用的就是这种operator的这种方式, 我一个operator可能是用于安装一个组件, 但这个时候我没有一个webhook,怎么办? 我的控制器也可以进行设置模认值。 Object reference刚才提到了, 它表示的是资源的一个从属关系, 一般的话命名就会带上一个ref的一个后缀。 Events主要是提供历史的信息, 也遵循我们刚才命名规则, 清晰简洁无奇异。 好,刚才提到,刚才讲的大部分都是KBIS的, 我们所理解常规的那种API, 实际上API的范畴远不止于此, 像label,annotation,events,metrics, 其实都属于API的范畴。 那这里有一个抛出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是不适合通过label来引入新的功能? 这个时候一般来说这种做法可能会在使用开源软件的时候, 我需要去在上面去叠加一个新的能力, 我可以用这种方式, 但是如果是这个项目就是你自己做, 或者这个CRD就你自己定义, 那我建议直接把它体现在spec中去。 因为在KBIS早期实践过这个方向, 我的新增的feature都在annotation里面先定义, 然后觉得可靠了, 我再把它移到spec, 但是后面都全面的弃用了这种方式。 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些感触, 就是说我在做项目的时候, 很多人在聊方案的时候就说, 一说这个方案怎么怎么样, 就是说KBIS就这么做的, 总是说KBIS就这么做的, 但实际上KBIS有它的好的, 绝大部分是好的, 但是也并不一定完全好, 也不一定完全适用于自己。 所以说KBIS并不是圣经, 在设计API的时候可以去多去参考KBIS的API, 但是还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 同时也不要怕犯错, 因为API的话可以演进, 你可以去考虑后面的兼容。 好,我今天的内容就这么多, 谢谢大家。 好,那个有没有什么问题? OK。 好,谢谢。 我的问题就是你刚刚提到有alpha, beta和stable版本吗? 如果比如说我加了一个, 我在spec里面加了一个property, 然后比如说以前这个property alpha是没有的, 现在加到了beta里面, 这个是正常的design吗? 因为我看到比如说gatekeeper, 他们那个OPPA gatekeeper那project, 他们新加了一个property, 把这个property同时加在了alpha和beta的版本的那个definition里面。 OK。 这就是问题。 OK。 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问题, 我来重复一下它的问题。 就是我, 你的问题实际上包含了两个, 第一个, 我在往一个API里增加一个新的字段的时候, 我需不需要去演进我的API, 比如说从alpha演进到beta, 对吧? 好, 那第二个问题是, 我从我的API从alpha演进到beta, 我对beta做变更, 做进行增加字段, 我觉得是很正常, 对吧? 但是同时再回来把alpha给也增加进去, 这个是不是一个正常的? 好, 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问题。 我觉得K8S也没有, 也没有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 严格意义上来讲, 你增加一个字段, 你需要对你的API做一次演进, 比如说从alpha演进到beta, 或者从beta演进到stable, 你需要做一次演进。 但是K8S你看它这几年的做法, 它的V1的API, 它的stable的API, 因为它短期没有演进到V2的这种计划, 所以它的API里面也会新增一些字段, 但是新增会比较谨慎。 所以说这里的衡量点是什么? 你新加的字段会不会破坏你的兼容性? 如果不会的话, 其实这个问题都不是很大。 为什么? 为什么不是很大? 因为你每演进一次API, 每演进一次API, 然后其实的代价是比较大的。 你需要让你的用户也需要跟着去迁移。 虽然用户的迁移工作量可能不是很大, 但是也需要去迁移。 所以说也这样也回答了第二个问题, 就是说它在alpha里面再加一个合不合适。 我觉得如果是不破坏兼容性的情况下, 是可以接受的。 好,谢谢。 好,还有没有问题? 好,那如果没有问题, 那就提前预祝大家中秋国庆愉快了。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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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